湾区首游记 搜寻湾区尾 大澳 被誉为香港威尼斯 渔村住大部分的房屋 几乎都是在水上搭建而成 这些水上棚屋 在现代化都市的香港 都是难得一见的昔日风貌 令到它成为香港著名景观 有不少电影、电视剧 都曾经来过这一道取景 一天来到大澳一定要搭一些快艇出海 在河岛中环交错 转过近距离欣赏这些水上棚屋 这条水道上我们看着两边的棚屋 真的看到棚屋上还有生活气息 和生活的痕跡 真是想不到这些百年的老屋 经过这个岁月瘦桑之后 还这么稳固 虽然很多年轻一辈的 都经意搬出城市工作和生活 但是老一半的村民仍然都不舍得走 仍然都是住在这些水上棚屋 将它保存得很好 到了大时大截的时候 一家人都会回来这里吃个团年饭 感受大澳的气息 走在大澳渔村合宅的老街道 两边街铺 既有品种丰富的海味干货档 亦都有本地特色的茶餐厅和小食店 在这里 你不单只可以买到咸鱼、咸虾酱、花枸、虾子等等 远近文明的大澳传统特产 还可以吃到好吃又特别的大澳特色小食 黄昏之下的大澳渔村 是一天当中最美的时刻 你既可以登上大澳虎山的蓝色涌道 影帝通往天空和大海的步道 180度无遮挡海景 亦都可以在大澳文物酒店里面漫步 欣赏黄昏夏的海景